黑熊犬指的是镜中黑熊犬 镜中黑熊犬是我国华北地区特有的犬种 最早起源于高原地区 纯种犬仅有数千只属于非常大的大型犬 头大嘴大右犬时期眼睛呈现黑色 高原上散居的游牧民族经常随季节迁移 因此它们训养的家犬经常会被遗弃在荒芜能烟的草原上 然而它们却以顽强的生命力自然存活了下来 传说中有的幼犬经过草原黑熊的哺乳 而有了熊的习性和特征 当然我个人认为这种传说并不靠谱 经过世代的自然选择慢慢演变成了一个新的犬种 那就是镜中黑熊犬 后来经过河北一带爱狗的前辈世世代代的选拔 那些毛色富有黑色光泽 体型硕大对主人性情温顺 对陌生人又不失激情和凶悍的黑熊犬 被带到了镜中平原 承担起了保护处群 看守庄园门户的作用 丰富了人们生活的责任 成年镜中黑熊犬肩高72公分左右 体重可达90斤左右 体型是比较庞大的 镜中黑熊犬智商相当于一个6到8岁的小孩子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智商和服从性都是非常高的 打动能力和德国牧羊犬不分上下 不知道何种原因 此犬种一直没有在国内流行起来 数量越来越稀少 不知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彻底消失 谢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点赞 猫狗快讯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宠物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